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的理科才能够和西方人抗衡 如果我们今天太相信西方说的那套东西 只知西方而不知中国我们自身的文化 那恐怕我们很难出人才 钱学森先生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教育的事迹之问吗 说我们的中国的教育一百年了 怎么他就没出什么一流的人才呢 为什么我们不出人才了 为什么我们的人才都集中在当初五四的那批人身上 因为他们都读过私塾 或者没有读过私塾 也像教大的学生这样 他有过良好和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 我想这一点是特别值得今天我们教大人思考的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银宋 这是一个入门的讲座 这是个情况基本介绍的讲座 在座的可能有个别的老师和同学可能是听过 可能内容稍微有一点差异 但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老师和同学可能是还不了解银宋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讲一个入门的讲座 讲座的题目是汉世文的固有的声音和中国传统读书法银宋 下面我们就开始 首先请大家一起来诵读大学的开篇 来一二开始 很好很好啊 我们听到全场最响亮的声音是孩子们 这非常让我们高兴 这个是大学 就是大学呀 我们的大学就是从这里来的 大人之学嘛 就叫大学 大学是一篇很短的文章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是不但没有背过大学 而且连读都没读过的这个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一个中国的大学生没读过论语没读过大学 恐怕不能叫大学生吧我觉得至少不应该叫中国的大学生吧 刚才我们读的很好啊 我觉得教大人素质很高啊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 集中到我们刚才诵读时候的这个节奏 我们读这样一篇古文的节奏是一字一拍的 对吧 大学之道在明明 一字一拍的读的 我们读一首诗看看啊 来灯灌雀楼 来开始 这次我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 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孩子们他们读得很慢呢 因为他们学过吟诵 他们学过吟诵 他们知道这个诗该怎样读啊 我们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学过吟诵的 所以我们读这个诗的节奏还是一字一拍的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与穷千里目 就这样啊 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的 这个叫读字 不叫读诗啊 那些孩子他们是读诗啊 我们剩下的人是读字 读字典的 是吧 现在有个问题啊 一字一拍的读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实际上它首次出现在中国是1921年 是在上海 然后在1926年以后得到慢慢的推广 在30年代开始啊 40年代 现在慢慢得到推广了 在以前 在1920年以前是没有的 那么古人是怎么读的呢 我们汉诗文原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些古画啊 这幅画 太白行淫图 它是宋朝的梁凯画的 画的是谁呢 李白 李白在干什么呢 行淫是什么 就是一边走路 一边淫湿啊 那它为什么不叫太白朗诵图呢 李白是怎么读自己的诗的 李白会朗诵吗 李白会不会床前明月光 李白会这个吗 不会 这幅画 明朝的徐卫 吕背寅诗图 这幅画也跟西安有关系 对吧 那它为什么不叫 吕背朗诵图呢 这幅画 明朝的吴尾 官曝寅诗图 我们看有个人手里捧着一本书 那它为什么不叫 官曝朗读图呢 这幅画 明末清初 陈红寿的 屈子行音图 我们现在到端午节 就会见到很多屈子行音图 但是你见过屈原朗诵图吗 为什么就没有呢 这幅画叫春园吟诗图 是清朝的金庭标画的 我们看到这幅画 画的两位女子在园子里吟诗 是吧 这个场景很像是 红楼梦 红楼梦 大观园那些女子都是会作诗的 其中有一回写的就是香灵 跟林黛玉学作诗 有这么一回吧 这回的回幕是什么 回幕是 木雅女雅极苦吟诗 这叫吟诗啊 林黛玉他们都是吟诗的 吟诗图和行音图是我们国画的一个传统题材 从古至今一直到今天 很多人仍然在不断的画各种行音图和吟诗图 但是从来没有朗诗图 朗读图 诗诗图 没有 你去查吧 从古至今一幅都没有 因为国画没有这个题材 因为我们的诗从来不是朗诵的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吟诗 我们再看读书 这是南宋的礼堂 画的雪窗读书图 我们看有个人 他在窗子里读书 很小 人很小 在这个地方 他低着头在读书 这幅画是刚才这位礼堂的学生 叫刘松年 他画的秋窗读译图 我们看他画的呢 也是一个文人在窗子里读书 但是这两个人呢 有一个区别 刚才那个人低着头 他的眼睛是看着书的 这个人他的眼睛看哪里呢 看着 看窗外呢 这个读书 怎么能不看书呢 但他读书就是不看书 我们往前看 看这幅画 这个人手里也有一本书 但是他的眼睛 看着瀑布 所以古人读书的时候呢 他不像我们今天拿这个书 读书就是一直盯着这个书 不是的 他是有的时候眼睛看着书 有的时候呢 就抬起来了 这是个什么动作啊 这是什么动作啊 这个叫摇头晃脑 所以古人读书是这样的啊 古人读书的方式呢 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这叫自古读书皆吟诵 自古以来读书都是吟诵的 一百年前 一九一三年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朗诵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像刚才我们那样去读古诗文 不会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吟诵的 从那一年上述三千年 所有的汉诗文都是吟诵的 吟诵是什么样子 一首诗或者是一篇文章 在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不同的读法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把敬业思的歌 这个诗作为一个歌词的话 那么它的旋律 它的歌曲有多少首呢 成千上万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成万上亿 从唐朝一直唱到清朝 就有那么多的歌 还需要作曲家吗 就不需要了 这只是一首敬业思 而我们有多少古诗文 大家就可以想象 吟诵仅仅从音乐的角度来说 它有多么的庞大 这是我们中国的雅乐之根 雅乐呀 我们现在提到音乐 全是俗乐 说西安有什么中国的民族音乐 小调啊 曲艺啊 琴枪啊 这都是俗乐 每个民族都有雅乐和俗乐 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丢失了他的雅乐 那就叫汉族 没有雅乐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闭幕式给了中国八分钟 让我们展示中国文化 张艺谋找了一个小姑娘 坐在大红灯笼上 唱茉莉花 茉莉花当然很好 但是它是江苏小调 但是张艺谋也不知道雅乐是什么 他没听过雅乐 没见过 他就只能唱茉莉花 弄得外国人就都知道茉莉花 到了中国北京奥运会 闭幕式 我们也给伦敦留了八分钟 让他展示英国的文化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贝克汉姆来了 有一个双层的红色大巴士 他们请了英国最有名的歌星来唱 唱的这首歌是七十年代的一首 老歌是摇滚 重金属摇滚 本来是一首重金属摇滚 但是被改编了 改编成什么了呢 改编成了一个多重的合唱 多声部的合唱 还记得吗 所有的那些演员 他们穿的都是普通的衣服 因为伦敦奥运会的口号 是大众参与 所以它是平民化的 它就穿的普通的牛仔裤 什么的 但是他们跳的是芭蕾舞 奏鸣曲和芭蕾舞 它不可能拿一个英国农村小调出来的 不可能的 雅乐才是一个民族音乐的真正的代表 中国的雅乐 它的美丽动听 它的丰富多彩 它的历史的悠久和文化内涵的深厚 远远的超过民歌 但是它被连根铲掉了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只有中国的 汉族是这样的 除了汉族以外 那五十六个民族 人五十五个也都有 美国的印第安 他们也有 他们都留着 只有汉族扔掉了 我们现在连祭孔的东西都要从 韩国王徽班 吟诵是雅乐之根 整个的雅乐系统中 吟诵是最核心的和最基础的 只要有吟诵 所有的雅乐都有 甚至所有的俗乐都有 但是没有了吟诵 雅乐将消失 俗乐也将消失 我在你们西安较大 看到了有琴枪博物馆 当然我是很喜欢琴枪的 我见到琴枪博物馆也很高兴 虽然我没机会进去 但是我真的希望琴枪不是博物馆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一个流行歌曲博物馆呢 为什么没有一个iPhone的博物馆呢 用不着嘛 对不对 它用不着 它活着 琴枪要想活下来 必须是陕西人会用陕西话唱歌 这就叫淫纵 如果这些都没有 就是人家唱过什么 前一辈唱过什么 我就跟着一句一句的学 那个不能教会琴枪 你那个叫 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录音机 你还没录音机做得好呢 对吧 那是没意思的事情啊 为什么我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年来我的一个工作是到全国各地去拜访 不过私塾的老先生 因为那些老先生 他们的教育这个系统和今天的教育系统 大为不同 我们今天的教育 叫 所以我们的教育部应该叫爱丢课申部 它其实是没有资格叫教育部的 因为它和古代的所谓的教育这两个字 差别太大 我们的这个学校叫university 不能叫大学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亲民 再止于至善 在西安交大的哪一门课程中体现出来了 既然体现不出来 就该叫university 不能叫大学 我们的老师叫teacher 不是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 我们现在的老师不传道 只授业解惑 所以叫teacher 不能叫老师 我们的学生叫student 没有资格称为学生 student 他到学校里来学习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找一份好工作 所以每个大学 大学生入学的第一课 我不知道西安交大是不是也是这样 第一课就是职业规划 先进行职业规划教育 这很正常 因为这里是university 大家是student 这个不是古代的大学和学生 学生 古代的学生 为什么要到学校里来学习 他是为了修身养性 进者修身养性 远者既是安民 他跟找份好工作 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个才能称为学生 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 是1912年 由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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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学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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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